我也是看了比赛我才知道 后翼的版本答案竟然是不出无尽 而且没有无尽占任的后翼 甚至比出了还要高 一开始我也是不相信的 我心里面想比赛的出装 不一定适用我们日常来玩 不过我直到试了一局以后 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只能说这一套出装真甜不得强 不信你们就看我这一局比赛 我用的是这一套出装和明晚 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实战 刚开始的时候我来到线上 打算进入草丛 没想到白礼守约在这里埋伏 我立马一个闪现就躲开了 要不然被他举动一枪我就没了 这局的打法必须猥琐 对面的老六实在是太多了 前期对面针对我太多了 我回了一趟家 导致对面的白礼守约高出了我一击 他一枪一枪的挨着我很疼 我只能边打边后退缩回塔内 此时我只剩下一丝四血 此时的我只能格外小心 他的血量剩的也不多了 我立马一个二技能 继续消耗他一波 果然他的这一枪又没打中 突然他来到了塔的面前 我很紧张 直接给他撂了一个二技能 把他拿下 此时貂蝉过来想收我头 韩信过来也想收我头 可是他们都没有得逞 美滋滋 我这靠枪猥琐的手法 也是没谁了 清理完这一波兵线 我就回答 韩信来了 完了 前期对面针对我的太多 导致我发育很慢 直到五分钟 我方终于来支援了 此时对面的人员又想老六 我一发大招 先把对面的辅助给解决 然后几发普通公斤 拿下了对面的貂蝉 终于我站起来了 这一波过后 我想我很快就会发育起来 虽然此时白礼手蝉还在拘我 但是我丝毫的不慌 我有走位 我现在就回塔 他已经没有子弹了 哎 韩信他跟老六 上路已经玩不了了 都是老六 所以我们来到了中路 此时比赛已经到达了重期 我们可以试试我们的伤害了 我们的战绩也是平的 也是接近于正常的比赛的 正好此时有一波团战 我方激活把貂蝉拿下 鬼姑子过来 我在旁边输出也把他拿下 于是我又拿了一个二连击破 这局比赛好难呀 八分钟我终于熬到中后期了 对面的老夫子来了 他很肉吧 我们试试伤害 几发普通攻击拿下人头 很轻松 我们的伤害再慢慢的起来 接着这波团战就不一样了 鬼姑子过来圈我 还没有来到我的旁边 就损失了一半血 我再加上几个平A 鬼姑子没了 接下来攻击貂蝉 你看我现在的攻速啊 跳两下头都没了 韩信此时也只能逃跑呀 而且偷偷的告诉你们 此时我的装备才出到第三件 一般射手都是后期英雄 越到后期伤害就越高 前期的伤害基本上都很低 我们还有三件装备没有出 所以说伤害离神装还差的远了 不过此时我就感觉我已经 我可以硬刚对面的所有人了 比如对面的老夫子 我先把防御他点了 他还敢过来一威武 他怎么敢的 就算他开启二技能 那也是没跑了 而我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那更是所向披靡 对面怎么来人 我就怎么杀 几乎每个人头都是我的 输出基本上很高 而且这套出装输出非常的稳定 不像出暴击装那样 时高时低 不暴击他就低 暴击他就高 这套出装不靠运气 纯靠实力 此时对面的白礼守约又想跑了 一个大招定住他 二技能一千多的伤害 再来个一技能 再来几发普通攻击 又把他拿下了 而对面的人员马上也要复活 很快他们就已经过了 首先来的是鬼故子 我根本就不怕他 后面的貂蝉 我这件装备可以和他硬钢 打完团战 我们会发现 我还是满血 我已经无坚不摧了 韩信也成功的被我收掉 偷偷的告诉你们 韩信这局比赛只死了这么一回 再看我的战绩 17-7-10 可以说一大半的人头都是我杀的 所以说我会给你们推荐这套出装和名文 大家完全可以去试一试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逗逗 我行 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